今天是我离开深圳的日子 早上起来一看天上飘着朵朵的白云 印象中深圳的航站楼也是经过了扩建的 总体的感觉是机场比外面的人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从空中俯瞰南山和深圳湾又是一种感觉 猜想这应该是湖南的某个地方 经过一个半小时飞行平安抵达武汉天河机场 武汉自然是历史名城了 它有九省通渠之称 大武汉由武昌汉阳汉口三镇组成 长江和汉间贯穿其中 江城武汉自然是有很悠久的历史了 当时也就是清朝中后期到中华民国大陆的时期 武汉尤其是汉口是当时非常繁华的地方 它仅次于上海也就是是一个亚洲的国际性大都市 我们年轻那会儿武汉只有一座长江大桥 就是上面走人啊汽车啊下面走火车的 现在早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 幼年的朋友已经很少做饭了 可是这次他亲自下厨 非要去他家体验一把家乡的味道 也是这次我才知道 原来呀现在的很多的住宅都可以修到四五十层 据说武汉最高的有六十多层 而深圳最高的已经达到了七十七层 哇让我开眼界呀 我那个时候最多好像深圳才能见三十多层三十二层 家乡的味道过年主要是辣味 什么辣鱼 辣肉 辣鸡 辣肠什么都有 还有什么肉糕 瓷巴等等等等 都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 国内的生活当然是很丰富的 唱歌呀 泡脚啊 修脚啊 哎呀 只要你愿意 有太多可以享受的了 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热情 有时候就感觉 哇 自己欠了好多的人情呢 因为国内现在消费其实非常之高 我听我的朋友们说 欠一顿课啊 像样一点的 一般要两千人民币以上 湖北素来市教育大盛 尤其是武汉高校云集 好像到2015年已经有82所高校聚集在这里 在下学生超过一百万人了 武大自然不用说了 靠近东湖很美啊 至今我一很大的遗憾就是 我从来没有去看过武大的印花 希望有一天可以圆圆这个梦 东湖边有很多小公园 其实也挺漂亮的 是人们休闲的好地方啊 我年轻那会儿武汉交通还是不太方便的 有时候要坐轮渡 坐车也是绕来绕去 哇 好折腾啊 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 也非常的不习惯武汉人的口音 也说当地话武汉话呀 总觉得他们好像吵架一样 然后他们有些口头禅 我也特别的不习惯听 现在武汉的交通可以说是四通八达了 长江上架起了很多的桥梁 然后地铁也通到了很多地方 好像到哪儿都没有那么遥远 曾经我觉得武汉三镇 哎呀走起来太远了 太费时间了 现在的武汉 我感觉啊 比过去文明的很多 也漂亮的很多 说武汉话的人好像少了 说普通话的人变多了 我曾经在武汉短暂的工作过几个月 但总体来说对武汉还是不熟 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 可是与中华民国有很大的关系啊 因为当初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就发生在这里 而中华民国也诞生于此 这几年武汉成了文明世界的城市 大家都知道是因为新冠 2019年发生的新冠 这次回来自然也少不了闲聊到这个话题 还是有一部分人坚定地认为 这个新冠病毒当初是由参加军运会的 美国军人带来的 这里就是2019年武汉军运会的会场 军运会的这些场馆都很漂亮 尤其是叶景非常的迷人 当然要论叶景来说最漂亮的可能还是在长江边上 听朋友说那一代哇晚上特别的美 但对我这个乡下人来说啊 我觉得这夜景已经很好了啊 这样的灯光秀让我觉得已经很享受了 国泰民安是我们所有华夏儿女的心愿 我也衷心地祝福这片我的故土能够越来越好